Hello各位,这里是音乐猛太偷,我是小法安 如果在街头看到有人弹奏西洋乐器,你一定不觉得稀奇 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人用中国的传统乐器演奏,不但我们国人会驻足 就连没见过咱们传统乐器的外国人也能看到目瞪口袋 到底是哪些乐器这么大杀四方,一起来看看吗 虽然几年前 我就被莫云教主探测的 《全域天下》给惊到了 没想到这个中国姑娘 竟然直接穿着汉服 坐在法国街头 挑战了这首高难度曲目 围观的外国人 更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结束的时候 更是自发地送上了掌声 转着锅弦三两声 未成曲调先有强 听了刘芳老师 演奏的这段实面埋伏 才知道音乐 真的能让人听得 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学过皮疙瘩的人都知道 被实验埋伏的时候 有些执法能腾到钻线 这段让人听得 大气都不敢出的表演 在外网上 更是得到了一致好评 在纽约世贸大厦 郭亚智老师用我们的流氓乐器 索纳狠狠狠地出了一回风头 现场的其他西洋乐器 更是被这索纳声 全程压制 这首白鸟嘲讽 更是让现场 数百名老外 全部听闷了 现场更是掌声雷动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听念 流氓乐器的碾压现场吧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 我们一起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